在洛杉矶40万以内或者左右的价格可以买到学区房了 今天咱们来聊一聊这个话题 大家好,我是洛杉矶房产经纪人Chris Liu 视频里这个连排别墅是三房三个卫生间,1500尺左右 两车位的标准车库,整个房子是两层 这栋房子的售价是39.4万美元 地理位置位于洛杉矶地区的奇诺市 奇诺这个城市的新区部分有一些不足,这个咱们待会再说 但是就地理位置而言的话,奇诺去各个地方还是比较方便的 而且周围也都是很多华人区 就学区而言的话,这个房子是一个八分或者九分的学区 这个每年都会上上下下稍微有一些差别 但是就是一个好学区的房子 下面咱们说一下优缺点 优点就是便宜,很便宜 你想不到40万的价格买到一个三房两层的连排 而且是一个能上好学区的,这个非常难得了 接着咱们讲缺点 首先它的地税是比较高的 因为这是新区,它的地税有1.9% 但是因为房屋的总价低,所以还好 第二个缺点就是这个房子是能看见电线塔的 第三个缺点是因为它靠近牛厂 所以有的时候会有牛厂的味道飘过来 今天售楼处放出一期新的房子 结果非常多的人都在那 跟在那里的人聊了一下这个房子 其实大家的观点是因为预算是有限的,就这么多 但是还是想拥有一个房子,并且能让孩子上去 所以必须要有取舍,也就不能在乎的那么多了 如果大家有购房方面的问题或者需求 欢迎来找我,我会用数据和经验给你最有利的建议 谢谢您的关注